先离后兵握手变成空中叠叠了 2016首场总统电视辩论 一登场蓝绿立刻互先底牌 请问蔡主席 您到底接不接受九二共识 所以我的立场很简单 对于这件事情 我们就继续求同存疑 这一段的历史事实 我们是没有否认的 在现行中华民国的体制之下 遵循民意 这个东西难道不清楚吗 朱立伦问题单刀直入 接下来更是要蔡英文立刻接招 准备好了 70位里面高达半数以上 都是扁团队的成员 在46年前我们初次执政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是第一次执政 经验或许不够充足 而炒地皮争议也让朱菜两人炮火融融 可是你今年3月2号的时候说 台湾不能放任无止境的房地产炒作 会造成寿星阶级跟年轻世代的负担 你今年5月9月5号又说 投机跟炒作不是我们要走的路 这也不是蔡英文的风格 蔡主席 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居住正义 这些都是我父亲那个世代 他白手起家 做黑手开始 清清白白做的理财跟投资 蔡英文强调 那是家族和父亲的投资理财方式 另外朱立伦也和王如玄一样 在辩论会场上向选民致歉 而亲民党的宋楚瑜更是当场哽咽 深深的弯腰三鞠躬 宋楚瑜要用温情感动选民 首场辩论会议题攻防处处激战 有果花 记者李世健 朱罕与台北综合报道